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战神2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九集 我是310 上一集是讲到那个阿特罗伯斯的前厅是吧 是来到那个广场 对就是这儿 这个后面那尊雕像呢 就是命运三姐妹之一阿特罗伯斯 这个长得非常丑啊 呲牙咧嘴的 然后咱们这边呢依然要想办法去反弹他的两束光线 首先呢先往右边走 右边走这里有一尊雕像 咱们要把它推到楼下去 要小心那些蚊子 它这种虫子一般就两种攻击方式 一种是像刚才那样吐这个光球是可以反弹的 还有一种就是这样吐丝 虽然没有攻击力 但是会缠住你 要连推左摇杆挣脱 当然也可以提前右摇杆闪避掉 那一招是不能防的 好 然后这边又有两只这个废虫 咱们到这里先把这个宝箱开掉 这里头是一根凤凰羽毛 现在咱们凤凰羽毛还差三根 就集齐了 好 刚才那尊雕像推下去以后就不用去管了 因为现在还没有盾牌 这个不能反弹 先往这边走 这个门打开呢 里面是一场战斗 但是现在咱们无限魔法呢 所有战斗都不在话下 用这个L2加三角的瞬间实话 干掉刚才那三拨人 然后这里的三个人 然后这里的这个杂兵呢 依然是大锤三锤 直接接投机 这边我记得 对对对 还有一个虽然说音乐停掉了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敌人 不多啰嗦 大锤三锤 直接接圆圈投机 这个锤子的升满击以后攻击力真的是非常夸张 OK 然后到这里呢 有一个著名的bug 也就是梭罗双树刷红昏 这里呢 可以看到地上有一个小白点 在这个小白点上面按一下R1 站在上面以后按一下R1 这个是没有任何音效 也没有任何这个画面特效的 反正你按对了就按对了 按错了 你之后就无法触发剧情 然后在刚才那个地方呢 也是地上有个小白点 大家注意看 也要按一下R1 这里两个敌人不要去跟他们纠缠 因为这个效果是会消失的 要赶紧跑到中间这个地方去 好 这里不时间变慢 也无所谓 跳过去 这里地上还有一个小白点 好 最后按一下R1 这三个R1按完以后呢 这边的两棵枯树这儿 就会刷出大量的红红 大概有个四千多点吧 然后同时天空上有一行字说 我现在已经变成了死亡 这个世界的毁灭者 好 这样咱们现在红红是六千多了 刚才好像是两千吧 好 这个地方下去呢 还是有一根凤红羽毛 大家不要漏掉了 不要光顾着刷这个红红 好 站在这个地方 让这边腾慢继续长出来 然后这里要用到时间变慢 那就算了 好像照不到这里 好 这里这两敌人回来的时候 再慢慢解决 哎 还有 哎 可以看到这个家伙 他砸了一锤就出源泉提示了 大家就可以这个换算一下 这个雅典纳之阵和这个锤子的攻击力差多少 好 站到这个开关上 等这个藤曼长出来以后呢 时间变慢 现在咱们的目的地是右边 但是先要往左边走 要绕一大圈才能上去 远处还可以看到时间马车 好 这里又会刷敌人 那就无所谓了 这边本来如果说你有三级石化的话 一个石化就可以全部搞定 但是现在咱们只有两级石化 这边我想试一下空中这个L2加三角掉下来摔碎 不过好像没有额外的红纹奖励 反而是砸碎这个石头 有这个15点红纹奖励 好 这里依然是踩开关 然后时间变慢 这里就要过渡到左边这一点 好 魔法无限随便用 好 这个鸟 然后在这里 踩一下机关呢 才会让远处那根这个藤蛮掌出来 然后时间变慢 这样就可以顺利绕过去了 真的是这个机关绕了一大圈 总算过来了 好 这里有两个宝箱 一个蓝魂 一个绿魂 就说明要打boss了 这个boss呢 就是上级提到的普尔修斯 就是杀美毒杀的英雄 这边先来看剧情 哎 这个普尔修斯跑过来 说哎呀 这个门关上了 他说这个门是我唯一逃出去的路 我为了见命运女神经历了重重考验 但是现在你却把一切化为乌有了 你真的是不配这个斯巴达之魂的这个名号 他开始自言自语了 说这个是不是一个考验呢 你们在看着我吗 门运女神 给我一个指示吧 是不是要让我这个伟大的普尔修斯 把这个堕罗的神干掉 才能见见你们 你们能不能让我从哈迪斯那救回我亲爱的妻子 如果说不是的话 那至少我可以干掉这个强大的Kratos 这个被奴役的神 来证明一下我自己 虽然我觉得用圣剑哈比来干掉你是不值得的事情 这废话一大堆 然后他就戴上这个隐身的帽子 那么战斗呢分为这个几个阶段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 他是隐身的 咱们这边以防御为主 等他先攻击 然后咱们防御反击 武器依然选择这个霸道的锤子 好两件 这边出现这种大水花呢 说明他瞬移了 他到远处去放这个光球 咱们就反弹 一般会连续放四到五个 这边还是个散散弹 大家可以看水上的那个 注意看水的那个变化 水面上会留下他的脚印 这个也可以用来判断他的现在的位置 防反 其实这个防反的话攻击力也不是非常高 还是这个锤子直接一下一下打来的高 来这边 这边太着急了 不应该用防反的 用锤子砍的话攻击力更高 好砸出提示赶紧抓 要不然这个提示一块一会就消失了 抓到他以后呢 这个奎爷非常霸气的一脚把他的这个隐身的帽子给踩碎了 那么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话他就没有这么无敌了 这个可以看到他那个剑攻击非常慢 很容易躲的 当然他也会挺会防的 所以说也不是每招都能打到他 要不然早挂了 以这个锤子的攻击力 好他放这个叫太阳拳 你这个是跟赫里尔斯学的吗 闪光弹被闪到以后呢 就要连推左摇杆挣脱 好马上又出提示了 这边依然是圆拳搞定 然后把他这个所谓的圣剑折断 这样他只剩下一件宝物 应该说是两件宝物 一个是投石头的那个皮带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盾牌 亚迪娜的盾牌 好又放闪光弹 这个阶段他也是挺会防的 所以说要 可以看到他往那边退呢 就说明HP不多了 又放闪光弹 小心他的这个光球 连续几下都要防住 最后一下没有 最后他没有按常规出牌 好最后是一个QTE 圆圈 然后再次为他喝洗脚水 为什么说是洗脚水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水位就知道了 好最后是一个非常霸气的投机 直接让他这个钩在这个钩子上死掉了 那这个希腊神话的英雄也是逐渐的被咱们奎爷都消灭掉了 好咱们获得了这个盾牌 他上面写的是普尔修斯的盾牌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画的是个美毒沙 其实也就是雅典娜那个盾牌 刚才还获得了一个奖杯 战神2的这个奖杯也挺蛋疼的 不是每杀一个boss给一个奖杯 他是杀几个boss一组 然后给一个奖杯 是个银杯 好咱们现在拿到这个盾牌呢 就可以去搞这个雕像了 把这个盾牌安在这个雕像上面 然后让这个雕像升起来挡住一束光线 咱们再去用这个金鸯毛反弹另一束就OK了 放在这个基座上 那么趁这个时间呢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普尔修斯的故事 普尔修斯呢 要说普尔修斯的故事 咱们先从他妈的故事开始说起 那他妈的命运也是比较悲惨的 这个他妈叫做达纳埃 在他出生的时候呢 这个达纳埃的父亲是个国王 他得知这个自己的外孙 也就是达纳埃的儿子 将来会干掉他自己 所以说这个老国王怕死嘛 但是他也不能杀自己的女儿 所以他就把这个达纳埃关在 这里来不及了 慢了一点点 咱们重新来一次 这边要赶紧跑上来 那他这个 他就把这个达纳埃呢 关在一座高塔里头 然后禁止他跟任何人接触 这样来防止他这个生孩子 结果呢 这个淫乱之神宙斯啊 当然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宙斯呢 他就化作了一道金羽 这个金呢 是金子的金 是黄金的金 大家不要想歪了 化作一道金羽呢 就从这个窗口里撒进去 然后就这个邂逅了这个叫达纳埃的人 同时呢 达纳埃也就生下了普尔修斯 那这个老国王呢 那没想到还有这种事情 所以他也是非常郁闷 但是又不能杀自己的亲人 这个杀自己亲人是大逆不道啊 所以他就把母子两个人呢 关在一个木箱子里面 扔到海里头 所以他们漂流啊 那种这种故事桥段 通常情况下 这两人是不会死的 那果然这两人是被这个一个小国的国 国王的那个弟弟救了 那这边可以看到 这里现在走过来 那这个地方还过不去 咱们先往右边走 那被这个国王弟弟救了以后呢 这个普尔修斯也是长大成人 但是这个老国王呢 非常非常这个流氓 他想娶这个达纳埃 但是达纳埃不愿意 那这个老国王 他就想要除掉这个托油瓶 也就是普尔修斯 前期好像有同学说 我这个普尔修斯念成帕尔修斯了 这个我觉得无所谓吧 反正都是英语 你普尔修斯 帕尔修斯就是同一个人嘛 大家喜欢听普尔修斯呢 我就说普尔修斯 从这边绕上去开一下机关呢 下面这个门就开了 咱们进去就可以获得那个命运之枪 之前我在第二集还是第三集的时候 提到过这把枪以后 咱们是可以获得的 就是这儿 然后咱们就可以获得新武器命运之枪 不过这个命运之枪的话 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 觉得这个有点花哨不是很实用 好 然后依然会刷出一帮杂兵 让咱们试试新武器 这个就无所谓了 好那等到普尔修斯长大成人呢 有一次这个老国王宴会呢 这个普尔修斯他没有带礼物去 那么普尔修斯就说您这个尽管说 您要什么呢 我就给你什么 结果老国王想 这个是个机会 他就说那我要这个美毒莎的头颅 那这个夸下海口的普尔修斯呢 也是没有办法 只要硬着头皮去捡 去这个抢这个美毒莎的头颅 但是这一途中呢 他就得到了雅典娜的帮助 这个雅典娜为什么要帮普尔修斯呢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他想除掉这个美毒莎 他嫉妒美毒莎长得比自己漂亮 把他变成怪物还不够 还要借刀杀人 可见雅典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这个雅典娜呢 就给了普尔修斯很多神器 比如说这个霍尔莫斯的飞鞋 这个在三代里面 也是被咱们奎爷拿到了 还有就是这个一个隐身的头盔 然后是有一个韧性非常好的皮带 就是皮囊 不是系在腰里那种皮带 然后还有一柄宝剑 然后还有雅典娜的盾牌 这么多东西 真的是给谁谁都发达了 那雅典娜的盾牌也是非常强悍的神器 雅典娜出生的时候就带着这块盾牌了 大家可以看圣斗士星石 雅典娜的雕像就是 一只手拿着长矛 一只手拿着盾牌 好那么有了这些宝物以后呢 雅典娜告诉他 要想找这个戈尔公三姐妹呢 就得先去找这个格赖埃三姐妹 这边他提示我们进入主菜单以后 按圆圈可以换副武器 副武器只能装一样 要么装命运之枪 要么装野蛮人锤子 咱们把这个东西推过来 转90度 然后到之前去拿那三个不能开的宝箱 继续说这个波尔修斯 那么他就去找了那个格赖埃三姐妹 这个格赖埃三姐妹呢 是戈尔公三姐妹的远王亲戚 都姓格是吧 这个三姐妹呢 又被称为白发三姐妹 都是白猫女 这个三姐妹比较多 大家别搞混了 后面还有命运三姐妹 那这个格赖埃三姐妹呢 非常奇怪 是共用一颗眼珠子 共用一颗牙齿 然后这个 这个叫什么 波尔修斯 他就去偷了他们俩 他们三人的这个眼睛 然后以此来要挟 这个格赖埃三姐妹 告诉他这个美毒沙的位置 那么那三姐妹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说只有一颗眼睛 现在在别人手里 所以他就答应了 那告诉了这个 波尔修斯 格尔公三姐妹的位置呢 波尔修斯就去了 然后他戴上隐身头盔 对吧 然后利用这个盾牌的反光 这里获得一个神弧 叫做奥林匹斯之弧 这个在二周目的效果呢 是蓝魂无限 刚才也是获得了一根凤凰羽毛 咱们还差 还差多少 还差两根吧 一根了 好像只有一根了 然后这里咱们美毒沙可以升级了 升一下级 三级的美毒沙也是范围石化 非常强悍 好 然后这个波尔修斯呢 就拿着这个盾牌 当镜子 利用反光呢 这个靠近美毒沙 趁三人都在睡觉的时候 因为我们说这个 看了美毒沙以后就会被石化 所以说不能正眼看他们 利用这个反光呢 他就潜入进去 并且一刀砍下了这个美毒沙的头颅 然后利用这个跑鞋 逃之夭夭 当然这个还有那个美毒沙血泊当中 生出来的那匹飞马 这个我之前也是说过了 他骑上飞马以后呢 这个回图的回国的途中 还顺道救了这个安德罗莫达 并且娶了这个这个女子 那之前刚才剧情里头说的什么 从哈迪斯那儿要回这个老婆 应该指的就是安德罗莫达吧 这里可以看到上坡的时候 踢是这个比较慢的 还是推比较快 好然后回国以后呢 这个发现他他母亲达达哀因为 誓死不从啊 结果就被老国王关起来了 那这个普尔修斯也是非常气愤 然后他就找那老国王说 这个我完成任务了 你把我母亲给放了 那老国王说你这个拿点证据出来 是吧你虎谁呢你 结果 结果这个普尔修斯呢 就说哎你要证据是吧 睁大眼睛你看好了啊 结果就把美杜莎头颅从那个皮带里头拿出来 结果 这个可想而知啊 对吧全场石化 然后这个 当然普尔修斯他也没有借此机会 这个抢这个王位 他就把这个王位给了自己的养父 也就是国王的弟弟 叫迪克提斯 那这个哎 这里要注意要用石化啊 又用这个时间变慢来跳过这个桥 当然你不用这个时间变慢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用这个斜刀高跳的话 斜刀高跳咱们下一集再来演示 等我这个 练的稍稍熟练一点 要不然这种地方跳要出人命呢 万一没跳上去的话 好这里有一段这个 试剂大跳跃 咱们这里欣赏一下 非常精彩 那之前我也是因为好久没跳这段了 这个一旦掉下去是祭死的 所以我之前也是底气不足存了下档 好这里要等一轮 然后这里再等一轮 这段场景真的是非常壮观 好这里要等一会儿 OK这段跳跃也是完成了 非常壮观 还获得一个奖杯 那么在这个故事开头之前说的那个达纳埃 他的父亲惧怕自己的外孙说这个 破尔修斯总有一天要干掉他老国王 这个这个预言呢也是成真了是吧 那个破尔修斯在一次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啊 扔铁饼把他这个外公给扔死了 这个真的是纯属偶然 所以这个叫命里有时终须有啊 这个是逃不过的 好这里终于是这个有战斗了 一场杂兵战 先是这个女巫 赛人女妖 这个用锤子打实在是比较难控制 很容易就是砸死了 如果说用QTE杀掉的话是有蓝魂奖励的 好两锤就可以出提示 这个牛也是现在变得非常废柴了 我可以拖过来杀掉 让这里这里咱们试一下这个全屏实化 这个直接L2加圆圈放的是跟踪实化弹 那如果是圆圈按住蓄力以后再放的就是刚才那种全屏实化 不过这个米诺牛比较硬 所以说这个实化以后一个冲击波没打碎 那咱们就用QTE干掉 好这个封印解除 这边好像没什么东西 那么咱们继续前进 好来到这个宝箱附近呢 又有一场战斗了 这边这个战斗呢是羊头 也就是萨提 萨提咱们老战术对吧 还是实化 这个大家如果不是魔法无限的话 尽量用这个L2加方块 那个要比L2加三角 这个耗的魔法要少一些 好这里又是这种敌人三锤一个QTE 非常固定的打法 好这里这个宝箱咱们无视 OK前面又有存档点了 这边说这个 哎这里这两个宝箱好像 设置的比较那啥 刚才那场战斗估计是因为没有魔法无限 比较困难 所以这里给你的补给非常充裕 好这里这个地方跳过去以后呢 在这个断桥上就会触发剧情 回去吧 战士 这条路不通 你是永远过不去的 你以为可以 但是不可以 神秘病 你听到了吗 只有我的翅膀才能飞过去 这是我的考验 你不认识我吗 难道你以前没听过伊卡洛斯吗 是我的命运 飞过去是我的命运 对吧 你给我滚开 这是我的考验 命运女神会见的人是我 不是你 你是会掉下去摔死的 我会见到命运女神的 而且我会用你的翅膀 命运女神是不会让这个堕落的神去见他们的 然后 他上来抱住咱们窥眼 这个时候我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进入看戏模式了 看CG看的太投入了 结果按QT来不及反应 咱们retry一下 其实刚才那个 就算你这个失误了 也就是少点血 我一开始还以为会直接掉下去摔死 所以说就retry了 但实际上是不会摔死的 那这个伊卡洛斯的故事 我觉得这边就没必要多介绍了 这里咱们圆圈三角方块随便按揍他 然后他辞到咱们身上呢 就有QTE提示 挣脱就可以 这个有一大段坠落过程 伊卡洛斯的故事就没必要重复了吧 他和他父亲那个太达路斯被关在米诺牛的那个迷宫里头 然后这个太达路斯发明翅膀以后呢 跟伊卡洛斯逃出来 结果伊卡洛斯 对吧 飞得太得意忘形了 就离太阳太近 结果翅膀上的那个蜡给融化了 结果就落下来 那这个游戏里面呢 他就落到了这个地方 结果翅膀又被奎也给夺走了 好 那么这边说一下 有些盗版盘在这个 PS2时期的 有些盗版盘会在这个地方卡住 对吧 无法触发这个剧情 或者会死机 这个是因为你当时买的是第五的盘 这个在战神2刚出的时候 是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在游戏一开始 这个战神2流程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了 这个 他这里求情了 他说命运女神 也许是派我来帮助你的 我现在想明白了 你想明白也来不及了 下地狱去吧 那那个时候的盗版盘呢 刚出的那一批是这个第五的盘 质量不太好 也不说质量不太好 他内容不全 所以说玩到这个地方呢 就会死机 因为说第五和第九这个容量的差距嘛 他这个装不下这么多游戏内容 所以说有一些黑心的这个盗版商呢 就用这个第五的盘假装第九 结果大家玩的前面都挺爽的 就玩到这儿 好过不去了 所以说我在这个战神2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了 对吧 大家买盘买回来以后 记得看一下那个制作人员表 就是在那个特点里头有一个制作人员表 那个东西如果能放的话 就说明你不会在那个伊卡洛斯那卡住 说明你这个盘呢是完整的第九盘 如果你在那边那个制作人员表不能放 就说明你是第五的盘 这里咱们获得了伊卡洛斯的翅膀 还获得一个奖杯 盖亚说这个命运女神的神庙在上面 你得赶紧回到地面上去 咱们这里试一下这个L1加X的这个 翅膀的浮空效果 然后空中二段跳以后按住X是有一段滑翔的 好如果说你那个演职人员表能放 但是还是在这个伊卡洛斯那儿卡住了 那就说明你这个盘真的是太老了 或者说你的PS2光头需要维修了 好这里两个这个哈比 咱们搞定以后就直接去存档 这期节目呢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哎这期真的是讲故事讲的好累啊